游览车熄火,倒退坠谷,13死时伤 行车记录器拍下游览车坠谷的恐怖一瞬间 新竹坚实乡司马库斯产业道路 昨天发生一起重大车祸 这辆载着22名乘客的中型旅游巴士掉落山谷 造成13人死亡 当第5名原住民部落青年建议勇为 第一时间赶到失事现场 徒手攀爬90度山壁 又背又扛搬运出8名乘客 其中5人受伤,3人不幸往生 警方调查,车上22名乘客全是新北市泰山国小 毕业48年的校友 他们三个月前相约参加两天一夜司马库斯旅游团 大家开心西家带眷出游 不料却成了天人永和的悲剧 昨天下午3点,他们乘坐巴士行进产业道路 联络到一处狭窄左弯道 汇车时,司机里让对象车先停车 在打档起步时,车子却突然熄火 整辆车立刻往后滑行 栽进右侧山谷 翻滚多圈,卡在百米深的树丛 车子在翻滚时解体,车顶被掀开 许多乘客遭抛出车外 一体车子零件物品四散 掉落在半山腰树丛 和四百米的深山谷里,惨不忍睹 警校和国军人员在一个小时后陆续赶到 共上百人加入抢救 救难人员陆续拉起伤者及死者遗体 救援工作一直持续到晚间 伤者昨晚分送新竹地区各医院 13名死者中有3对夫妻 我们那个游览车是太旧了 多名死伤者家属痛骂旅行社 为省前派老旧车子出团 扬言告到底,还家人一个公道 至于赵氏的45岁司机戴天翔 左腿骨折,头部撕裂伤 昨天送医后意识清楚 但暂时无法制作笔录和受访 公路总局表示 这辆赵氏巴士领牌近11年 和驾驶都没有违规记录 将继续查明事故原因 东新闻综合报导